一声哨响 各位现在收看到的是腾讯体育 正在为您直播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一轮苏州赛区 河北队与武汉队的较量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把球分到了左侧 再传起来 小宝丽尿 这次的投球顶得比较正 难不倒门将董春雨 这个定位球 池文一也是不敢怠慢 双拳击出 还有机会 看看黄四昌 进到了禁区 左脚打门 在禁门柱的位置被池文一单掌化解 张成栋今天等于踢的是个后腰 后腰 张成栋好像跟王秋明两个踢后腰 是这样 好的 这次打到了禁区里面 又是黄四昌 速度非常快 这下他已经完全与梅米舍为奇的身位争抢当中占据了上风 赛季略在上赛季突然间找到了进球的感觉 进了两个球 效力太打五年的时间 也就进了这么两个球 又是方浩 拿球再传 这球越位了 他之前的这个感觉很好 是过过人 但是之后这个传球啊 这个时机总是掌握不好 林春雨 直接一个大球 第一点争到了 又是方浩 他的特点出来了 出现了单刀 方浩一脚挑射 球打偏了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小将方浩险些迎来自己中超的手球 小家伙好好练 有前途 有前途 是 你看 他的连接的相当快 但是你看他就是在最后一传 最后一射这个环节上 还看了一下 还看了一下 而且用着一脚搓射 对 他是想用外脚背 但是最后搓到李小背 对 同伴更多的情况下 现在还是以防守为主 所以现在小宝林要他的这种特点并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好的 队长李航的一脚长船 看看董学生的身体 一脚打门 球又打高了 这一次 董学生是在和潘喜明两个人在高速奔跑当中 身体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和对抗 董学生 这个潘喜明干扰之下非常重要 如果他没有这种合理的撑撞的话 那董学生他会非常舒服的社会 看看这次定位球 李航把球给到了后点 投球 吹了脚球吗 边传里面的旗宇 给的是一个脚球 如果有一个 有这样 他在他身边有马尔康 对 有这样一个支点的话 可能会更好 张成东在观察一侧队友的位置 把球戳起来 好球啊 这次徐天元再晃 打门有折线 这是上场比赛和部队最有威胁的一次攻势 所以随着塞尔纳斯和尹铺博的一起出场 整个的一些球员的站位都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好球啊 这球错的不错 投球 这球漂亮 47分钟 刚刚替补登场的尹鸿博 就帮助河北队首开几路 这是一次神奇的换人 一次立竿见影的调整 右路转移到这个左路 崔晨的主攻 对 崔晨尹鸿博 这个距离啊 将近有25米以上的一脚协长团 这个球董春宇的出击 出慢了 能力是比较一般的 球进了艾弗拉 这个换人你看看 双方的教练都是通过换人改变了比赛的战局 同时改变了场上的比分 不是说拿下对手 至少鉴别输球 不能输啊 对 这是李航开出的小球 艾弗拉一个汉地八聪 现在小禁区里面 这种球的话 他是站在塞尔纳斯的身前完成了这次的征顶 落点也不错 投球砸在了横梁上 还有没有进攻的第二次机会 徐天元 双方的这个定位球 现在都开始制造出威胁了 这两个进球 估计山上肉跟小龙虾刚才都下去了不少 小两大走 对 这是刚才那次投球击中横梁 今天董春宇对这两次高空球的落点的判断 都出现了一些偏差 明天好球啊 做点不错啊 看看阿金 还有机会吗 这下引火还是包衔起见 先把球捅出了底线 但是他起码 你看这个时候 李洪博的位置他回的非常实力 是啊 说白了就是让保里尼要更多的投入在进攻当中了 看看这次 翠林倒三角船 看这次打门 来自于王秋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